掌聲鼓勵 大勇 燕燕 好久不见 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还捡起垃圾了 哎呀 这什么捡垃圾啊 这是同事环保事业 其实 这么多年 我依然还没有忘记你 是的 我也没有忘记你 其实你的选择 是对的 对了 你过得好吗 怎么说呢 我一睁眼 就几百万放在我面前 哎呀我去 我每天都愁的 不知道该怎么花 好几百万 你呢 你过得怎么样 你现在也看到了 我穿得这么破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你当年还是挺有才华的呀 怎么现在混成这样了 我呀 你就这样你也看到了 你就别说我了 看你这样过得不错 我也放心了 哎呀确实 其实除了钱以外呀 你看 这是我老公刚刚带我去买的 镯子 戒指 这还有呢 这是金的 戴不了 我都拿着戴了 这个镯子呀 就值好几万 哎老婆 哎老公 你这跟谁说话呢 我一个朋友 朋友 他就是你老公啊 嗯 对 老公 你看他 其实吧 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 哎呀 他现在这样我也不忍心 要不然 在咱公司 给他安排个工作 给他吐饭去 行吧行吧 这样吧 你明天来找我秘书吧 哦 哎行老婆 来不及了 和宋子集团的那个合同 还要赶紧签的 行 对了 你明天有时间 今天就到我老公的公司 让他给你安排一下啊 走了 哎 真是有钱了呀 这人的本性 都变了 走吧走吧 哦 喂 刘秘书 啊 我的体验生活 已经结束了 哎 对了 刘秘书 跟我们公司签约的那个 五一合同项目啊 对 我们暂停一下吧 我还有考虑考虑呢 对对对 好 哎 哎 哎 师傅 哎 火车站走吗 走啊 嗯 那去火车站多少钱啊 一百 嗯 一百 也太贵了吧 你便宜点行不 这一百还贵啊 嗯 五块钱行不行 哎呀 一块钱呢 那行吧 走啊 哈哈哈哈 五块钱就走啊 那这车 不过是不正规吧 哎哟你妈 哈哈哈 师傅 你这车有保险吗 哈哈哈 哎呀 美女啊 你放心吧 咱这个车 保险齐全了呢 哎呀 嗯 那算了吧 我不做了 哎 别想别想 美女你回来 咱们再重新捋一遍了 重新再说一遍 啊 怎么捋啊 就重新说一遍 哈哈哈 师傅 去火车站多钱 二百 二百 能不能便宜点啊 二百不能便宜 爱坐就坐 不爱坐下车 哎呦我去 嗯 那这车肯定是正规车 哈哈哈 行师傅 走吧 我是在 哎呦我 那走吧 哈哈哈哈 咱人是不是有毛病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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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去啊 给我找 找两个美女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个美女 你要啥样的 嗯 给我找个 好看点的 漂亮点的 哎 主要就是 大美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行 刚好我们这边 刚来了两个模特儿 我给你找去啊 哦 那你快去吧 那你还骂你啥呀 哈哈哈哈 那行 你等着啊 我给你找去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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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呀 我刚是说错话了呀 啊 啊 那被我老婆听见了 啊 不 不行 我要想个招啊 要不想招的话 我这这顿打是躲不过了 哎 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女来了 选一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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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一个 去给刘总 啊 那那一个 给朋友送我呀 哈哈哈哈 那你就不来一个 哈哈 我就不要了 啊 我不能在外面背着我老婆 找别的女人呢 我老婆长得可漂亮了 国色天香啊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算才有良心 哈哈哈 嗯 要不我去给你擀面条啊 喝了那么多酒 嗯 嗯 那去吧 那行 你等着啊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可算躲过一劫呀 还好我急事啊 别笑啊 要不这对臭豆 就躲过去了呀 哈哈哈哈 哎呦 别碎药 哎呦 你说你一个臭摆摊的哪来的应酬 行啊 骗我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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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老老婆 你说你一个臭摆摊的啊 嗯 哪来的应酬 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撒谎呢 没有 你敢骗老娘 没有 哎呦 老婆我没有啊 你别打了 啊 啊 啊 哼 我老婆 还让我上地里干活 干什么活干活 他玩会儿 哎呦 哎呦 这个月的业绩还没有完成 嘖 要不然 再打一担吧 我让你翻嘴 你怎么在那儿就玩手机呢 哈哈哈哈 媳妇来了 等会儿啊 接个电话 好 老公 谁啊这是不认识啊 老公 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挂挂子啊 我借一下吧 嗯 你好 是燕燕女士吗 对我是 哦 是这样的 我是县医院骨科大夫 我是何主任 骨科何主任 嗯对 那请问您现在是站着呢 还是坐着呢 我站着呢 那请你站好 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就在刚才 你老公因为车祸 住院了 正在抢救呢 啊 我老公出车祸了 哈哈哈哈 老公 我说你出车祸了 啊啊啊 啊 那那那 那个大夫啊 我我老公怎么样了呀 他在哪儿啊现在 哦 您先不要着急 不要哭 您老公正在抢救呢 嗯 是这样的 还没有人来给他付手术费 所以需要您打过一笔钱来 那那需要多少钱啊 差不多八万块就可以了 八万呀 对 哎呀大夫 你可千万得把我老公给治好啊 要不然我就成寡妇了 哈哈 一定会治好他的 你先不要哭燕女士 嗯 这样吧 你先把钱打过来吧 你这么着急啊 要不 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哎别 别燕女士 千万不要送过来 送过来的话就来不及了 你老公现在已经插上氧气管了 啊 都插上管了 是的 已经插上管子了 啊那行 你把它给拔了吧 拔管子 哎呦我去 什么呀女士 你没有听错吧 这可是你老公啊 要是拔氧气管子拔了 他可能就没了呀 大夫 你说我老公他吧 在家闲着 什么事都不干 我要他干嘛 啊你给我拔了就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这个女人 也太狠了吧 哎 还好我现在还是个老光棍 哎 这要是我以后 也找一个这样的媳妇 那我该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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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骗子 哎呀妈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什么呢 行啦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干活去 赶紧的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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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